已经有20年六港町老人文庚中心 为了乎合安全及上标准 六港町公司向伟合部拥出经费 各家上关乎保障业公司主要看 通计800万进行内情保抢港町 适合在去订队政案担任主管 到现状进行座白宜舍 继续港町进行平安顺利 订队是担任主管以及相关任何上乡 继续间隔港町平安顺利 这边本来是比较劳旧的墙面 那我们现在针对这次把它做个更新 然后这边再做个一墙的五墙 一墙哦 所以这创覆要把它拿掉 对对对 是让这边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简易核心的概念 那这做的港町你要注意的严谨 最主要的五墙就是要 只要老人只要担担在安心 好 这没有 港町老人文庚中心为八十六年 企业好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 为了护法安全和使用标准 六港町公司 特别增速经费 进行内政保抗的港町 从今天开始我们老人文庚中心 要开始做安耐政补偿的工作 因为我们老人文庚中心的老人 非常非常多 那可以说按地下室 到四楼中有充分的利用 也因此准备注意老人的安全 那之前我们就叫土木工会来检查 我们的内政补偿不够 所以我们有向我们这个中央去准备 中央帮助六百万 管政府帮助一百三十万 还配合我们公司 丁公司的这个配合款 总共有八百万 我相信从这个地方 这个补偿台做得好 让这些老人在这里 无论是在休闲 还是在运动 还是在开港 总可以比较安全 那一楼是我们所有的 六港老人会的这个 運用的一个地方 二楼是我们这个 长青学院在那里上课 三楼是我们老五楼 我们这个长照二点零 所以这个安定与四楼 这种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大家这个所在 付钱和合适 让这些老人在这里 在这些运动 社会中央可以更安心 那我们公布问题 也更安心了 工作标示 这个港广大楼要进行三个月 港广基盘所做成的不备 也带乡亲两次 未来完工后 将提供给店员 有一个安全的使用空间 新中华新闻创両青 六港茶红布德